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算那些逃离了家园但是依然留在乌克兰境内的难民 逃出了乌克兰的难民就有400万人之多 他们大多数是逃亡到了波兰 大概有250万人到了波兰 其他的是分散在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 摩尔多瓦等等国家 世界其他的发达国家也纷纷的伸出援手 英国接纳了有6万多人 加拿大接纳了1万多人 美国给出的额度是接纳10万名乌克兰难民 甚至让我吃惊的是 平时很少接受难民的日本 这次都接受了大约有100名乌克兰难民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俄罗斯难民 俄罗斯难民是从哪来的 谁又肯接纳这些俄罗斯难民呢 我们先说俄罗斯难民是从哪来的 我们先来听听普京这么说 普京在3月初的电视讲话中说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驱逐出那些叛徒是必要的和自然的 这会使得我们更加强大 更加团结的去面对挑战 普京说的那些俄罗斯的叛徒们是谁呢 没错 就是那些不同意普京执政 反对乌克兰战争 担心欧洲冷战的铁幕再次落下 担心俄罗斯前途而纷纷逃离俄罗斯的人 这儿请注意 对于俄罗斯和前东欧的民众来说 这是一件有历史记忆的事 在冷战时期 那些先知先觉的东欧人 东德人 还可以有合法的渠道来逃出苏联 而一旦柏林墙树立起来以后 铁幕就正式的落下 这个之后再想逃离苏联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实际上苏联关闭自己的边界比这个要早得多 1922年开始 苏联就开始限制自己的人口出国了 他就是怕人口跑掉 所以还记得这些历史的俄罗斯人 正在试图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跑晚了就跑不出来了 仅仅上个月抵达格鲁吉亚的俄罗斯人就有25000人 进入芬兰的超过44000人 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因为参加反战游行而被逮捕过的人 所以这些人会在自己的手臂上扎一个黄蓝两色的标志 以表示自己是支持乌克兰的 据俄罗斯自己的经济学家估计 自开战以来已经有多达20万的俄罗斯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由于直飞西方的航线因为制裁而被取消 所以他们一般是先去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是芬兰 向南就是去土耳其和亚美尼亚 这就导致这些航班的机票价格飙升 依然是一票难求 有一位俄罗斯的女性软件工程师 她说因为有了叛国法 任何支持乌克兰的人都可能面临20年的监禁 我担心我会成为目标 对于封闭边境政治压迫和强迫兵役的恐惧 已经深入了我们的DNA 我记得我的祖母告诉过我 他们在斯大林时代生活的恐怖的故事 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同样的事 这位女性花了超过她和她自己丈夫月收入总和的钱 才买到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单程机票 但是总算逃出来了 离开俄罗斯的人口大多数是思想活跃的知识精英 他们很多是IT行业的从业人员 还有大学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 另一位俄罗斯软件工程师对记者说 我们可以抗议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离开这个国家 带上我们的技能和财产 我们圈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做出了类似的决定 他接着说 我们不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移民 事实上俄罗斯已经失去了一切 Apple Pay也无法工作了 我们基本上就是难民 普京的地缘政治毁了我们的生活 从更为物质的层面上来说 因为西方的企业大量的搬出了俄罗斯 他们不但带走了企业 也带走了订单和客户 这就必然导致大量的俄罗斯人失业 这也是这些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才 急于逃离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一些西方媒体把俄罗斯的科技人才的大量的出走 称为是俄罗斯的脑漏 braindrain 就是你脑子漏了 国家的智慧漏跑了 那留下来的会是什么呢 很可能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 那个来自俄罗斯底层社会的 狂热的爱国的Gopnik 他们在俄罗斯社会中的浓度可能就会提高 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人才 就是这个国家中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 而这些人往往是较少有狂热的政治热情 但是他们却受不了桎梏和隔离 加上二战和冷战的教训 逃离俄罗斯就成了他们的一种自然的选择 说到这儿 大多数华裔往往会联想到中国 中国也确实有非常多的思维活跃的知识分子 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braindrain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但这部分内容比较敏感 所以我只能把这部分内容的分析 放在今日美政网站jrmz.org中去播出 好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俄罗斯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种人力资本的丧失是很可怕的 实际上这种人才流失 并非是从乌克兰战争才开始的 而是从普京夺取克里米亚半岛的2014年就开始了 和现在一样 当时出走最多的也是俄罗斯的IT人才 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逐渐的浮现出来 欧洲并没有做好接纳这些俄罗斯难民的准备 他们不是直接的战争的难民 而且他们对生活的要求要比乌克兰的难民要高得多 这些技术人才并不是像乌克兰难民那样是为了活命而逃出来 他们是希望能够在一个新的国家里还能继续自己的视野 但是欧洲并没有给俄罗斯人特殊的待遇 当然对乌克兰难民当然是特殊待遇对吧 俄罗斯人在欧洲他只是一个游客的身份 这个使得他们要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这个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欧洲是严重的缺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 尤其是高科技人才那就更受欢迎 但是因为俄罗斯和欧洲施行了不同的教育体系和就业的体系 这个使得俄罗斯获得的这个教育认证文凭认证书并不被欧洲国家承认 比如说俄罗斯的医生就很难在欧洲获得执照 俄罗斯的会计资格也不能够用来在欧洲注册会计事务所 俄罗斯的律师需要重新参加考试 相对容易找到工作的反而是IT行业 但是呢凡是和网络安全相关的行业 对俄罗斯人都十分排斥 你这样反过来又坐实了普京在国内的宣传说 西方就是看不起我们俄罗斯人 就是歧视我们俄罗斯人 就是欺负我们俄罗斯人 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尴尬的一件事 俄罗斯人比较好找工作的地方是 亚美尼亚和哈萨克斯坦之类的国家 但是这些国家对于俄罗斯人的吸引力并不强 所以很多欧洲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对欧洲各政府提出批评 认为他们反应迟缓 放宽对这些俄罗斯人的接收门槛将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既可以为欧洲缓解劳动力的问题 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俄罗斯人进入欧洲 进一步打击普京的政权 但是呢这个没有那么简单 欧洲所面临的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以什么理由来放宽对俄罗斯人的接纳要求呢 他们不是直接的战争难民 他们只是普京政权的间接的受害者 所以如果对他们放宽政策的话 那印度移民呢 那他们会不会也是目的的强硬路线的受害者呢 所以这个可能会需要有一个辩论的过程 随着俄罗斯越来越变成一个非正常的国家 那些逃离普京政权的俄罗斯人 还是有望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同 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政治难民 其实欧洲社会是希望他们留下的 只是这个法律的口子不好开 好 今天的明察秋毫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也感谢后台工作人员的辛劳 我是主持人Nary 我们下一次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